至少上方的两只宠物是吃到属性 三只宠四只宠物都有属性 哇全部都有属性优势 那现在这回合上方应该是占优的 属性吃到了 现在又没吃到了 又被转了一波属性 上方的功能直接选择了防御 因为它的中拳宠在上回合是被失化了 所以这回合直接防御 而下方也是抓住了自己的机会 对功能展开了一波激活 成功击飞一只宠物 可以说现在的最大突破 都是下方的工人打出来的伤害量 这成功是第一回合飞两只 现在又飞了一只 都是工人力的大功 而双方的宠物大部分都处于一个 试坦型攻击的状态 宠物的特效也是 哇塞又飞了一只宠物 关键是它飞的每次都是 之前第一轮就飞了的宠物 这对上方形来说就很尴尬 万一我这两个号的宠物全放出来 全被你飞光了 我就硬生的少了两只宠物 这个功能飞虫还很有针对性 好又放出来他的第三发阵笼 还好这次的功能没有打出伤害来 我这吓得我这个心里一愣 那还好这两种宠物没有针放出来 哇塞 但是面包选手的另外一个号 直接被打落马了 而且血量很残 必须得保护 而且由于下方选手的功能 攻势正猛 他每回合都有所斩获 这让上方选手压力三 转了属相 被混乱 上方选手的功能被混乱了 功能被混乱可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事情 不会打自己吧 回旋梯有所斩获 看上方功能出所了 中拳中已经没有 哇守护被破完非常危险 哇还好最后关头啊 这个医生是直接这个一个进化 好的那么上方选手的功能 也成功击飞了下方的一只宠物 现在下方选手的首发阵龙啊 终于被彻底破掉 对于上方选手来说 我现在功能的最大隐患就是我残血加中拳宠死亡 这就很尴尬了 我如果现在防御的话 扛不住的呀 一个守护一个光 两个精灵一块套 后面肯定是要复活中拳宠的 没有复活 成功把下方功能的中拳宠击飞 双方的中拳宠 哇塞这个是分水轮流转啊 现在轮到下方吃力了 下方拳宠的功能已经没有中拳宠 他必须换宠 可是幻宠就不能防御 而上方选手刚好 中拳宠复活 你是趁身追击再给他拼一波呢 还是这个赶快幻宠 套了个守护 守护破完 还有光 多段攻击破对方的中拳 但是没有破完 成功击杀 那么现在有没有几股功能的后续动作 由于这回合下方的功能 是肯定不会出手的 所以少了一个致命伤害 那么可可惜上方的功能啊 没有打出什么高伤害来 刚才这回合如果直接去选择 结果这个落马选手 可能已经分出胜负了 这回合开始拿落马选手快刀了 一轮打击直接击撒 非常漂亮 由于上方选手啊 上回合也是专注于保住功能 所以呢 忽略了对这个落马选手的保护啊 这也导致了这回合 落马选手直接被击杀的原因 又是一轮棋色 没有打出高伤害来 对于命伤害来说 我现在压力很大 我必须得赶快找到对方的突破狗 躲断攻击连续的打击 双方都在拿功能开刀 这一场战斗可以被称为功能争夺战 由于毕竟是决赛啊 所以虽然上方选手已经痛失了一名爱将啊 但是 他依旧非常坚挺 而对于下方选手来说 哇塞 这波血量非常堪忧啊 这个 这也看出了他们的这个宠物链的真是神乎奇迹的宠物啊 刚刚好扛住你的攻击 刚刚好 我还是一滴血 那这空血的动态就是不死 那一口给他回上来 转了属性 拖弹攻击破 还有光 继续破 没破 哎破完了 但是功能是防御状态 能不能打死 哎呀 不行啊 没有破防攻击是不行的 现在轮到上方机会过来了 硬挨了两下攻击啊 中拳宠 没问题 那么现在 就